八點哥現在在我們新竹高鐵站 新竹高鐵站這裡 有朋友問說 如果買埔育計畫的田 一千萬的話 那他要送給他的子女 做資產轉移 要不要分四年來做計畫 答案是不用 一年就可以把這一千萬的資產 完全移轉給他的子女 那具體的做法怎麼做呢 依照目前我們新竹高鐵站 這一邊就是我身後這個地方 新竹高鐵站 我們新竹高鐵站現在有一個區段徵收的計畫 叫做埔育計畫 那這個埔育計畫 目前的市價在2023年最新的報價是 一瓶大概是 11萬左右 那如果我們用一千萬台幣來買 埔育計畫的田大約可以買到90瓶 大約90瓶 那這90瓶 等於多少平方公尺呢 我們要乘上3.3嗎 那大概是 270-280平方公尺 那每平方公尺 目前埔育的公告限制是8000塊錢 所以90瓶乘上3.3 再乘上8000元 就等於238左右的公告限制 總公告限制 就等於我們用1000萬台幣去買到238萬的 公告限制的埔育計畫的區段徵收田 那我們當年度買好之後呢 前面區段徵收的農地 他一瓶要11萬 然後我們每個人每年有 244萬的免稅額 但是我們這244萬不是用 市價來算 我剛剛講市價是成交1000萬嘛 例如說我賣給我的客戶1000萬台幣 大約是90坪的普遇田 可是 父母親贈予給子女的時候呢 不是用市價算1000萬 他是用這一筆90坪的土地去呈上他的 公告限制 所以國稅局是認為 你贈送給子女的是238萬的價值的東西 可是 我當我們子女把這90坪的農地 拿到市面上來 繼續給發電哥賣的話 這個90坪農地 又可以賣回1000萬新台幣 這整個過程完全合法 完全完全合法 完完全全 就是 你就照這樣子流程 你每年買1000萬的農地 每年賺一個兒子或女兒 經過的10年你就順利移轉出 1億元的 資產 然後兒子的 就就擁有了就就就900坪的 去斷徵收農地 其他的農地其他一般的農地就沒有那麼好的一個 贈餘免稅的效果 因為一般農地 每平方公尺可能一樣是8000塊錢 可是他沒有辦法賣到 一坪11萬 那你問我說為什麼 新竹高鐵站前面的區斷徵收 普遇計劃的田 要賣那麼貴 不是我要賣那麼貴 因為我們新竹高鐵站 這邊的建地 一坪已經賣到 70萬 80萬 10萬 100萬 所以這邊的農地 就水漲船高了變貴了 我要出戰了 發電哥現在的位置就 新竹高鐵站 我們這新竹高鐵站 也是 透過去區斷徵收 配地 回來的 當時的 新竹高鐵站 區斷徵收 特定區計劃 大概 徵收了300多公頃的土地 現在 高鐵站的另外一側 就是 台大醫院新竹生育園區 台大醫院新竹生育園區 這一側 高鐵站的東側 的東邊 正在進行另外一個 區斷徵收計劃 就是台灣知識 旗艦經濟園區 這個計劃從 林光華縣長 歷經了邱靖淳縣 縣長 鄭永金縣 樊正宗縣長 現在楊文科縣長 都還沒通過 但是 我覺得 這勢在必行 一定會通過 就看什麼時候 這個區斷徵收計劃通過 我們竹北章會迎來 大爆發 會迎來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發展 到此為止 就算了 這麼多 走 這位